淋上特製酱汁 店里人气料理和风汉堡排 搭配白饭 再以炒洋葱增加甜味 搭配手切高丽菜丝 及美国马铃薯沙拉 口感清爽又不失美味 而另一道颇具人气的 照烧青子丼 食材则采用国产生鲜鸡肉 配上养了快十年的 独门照烧酱 同样很受消费者喜爱 用炒过的洋葱泥 炒了一个多小时 去增加它的甜味 还有台湾的黑猪肉 去当成绞肉这样子 然后还有加了一个 秘密的食材 让它整个汉堡排 变得很松满这样子 这家位在石建大学 镜像内的日式居酒屋 大明食堂 老板王大明将旅外 休息到地日本料理的 功夫与职人精神 贯注在所有菜色里 还选用最新鲜的食材 绝对不会出现 鱼板 角类等加工材料 就是一定要新鲜 像我每天都会去市场采购 那像我们的鱼货 也都是从东奥那边 那种配送过来的 一周大概一次两次这样子 所以说吃到东西 一定都是最好最新鲜的 不可能是用隔夜的 隔夜的食材什么什么的 多年来大明食堂 不论午晚餐总是坐无虚席 老板王大明坚持以严谨 专业用心与负责的职人精神 建立与每位顾客的美味关系 也难怪开业十一年来 人气始终屹立不摇 记者孤灿永 刘祥廷 台北采访报道